法仔,其實我們在咪後說了一點點 內容不說了,但法仔說我真的沒試過 其實人生的東西沒試過不要緊 不過有些東西沒試過,我覺得值得去試一下 我看到這個背景,不知道阿通有沒有試過 一男一女,在湖州,泛州,泛州湖上 有首歌叫在水中央,感覺就好像 有沒有試過? 林之祥 其實挺浪漫的,跟女朋友搶艇仔 不過香港現在沒有這個機會 以前還有 以前有水上電單車嗎? 不是電單車 水上單車,對不起 也不是,我只是說真的搶艇仔 真的搶艇仔,山版那些 我記得年輕時在大潭租艇仔 現在好像沒有了 所以以前舊香港,我個人覺得也挺有風味 譬如我今天開車,經過這個避風塘 我都突然之間,突然懷舊 想起以前來這個避風塘 吃避風塘炒蟹、炒蟹、炒蟹、 踢仔粥 還有一個豬而處理的那些 不得了,真的好吃 沒有了,對嗎? 對… 沒時間都沒有去,就是銅鑼灣那裡 那你們現在玩什麼? 你們為何二十出頭 玩什麼? 什麼玩? 只是玩一件事而已 什麼玩什麼? 玩遊戲 玩機 對,玩電子遊戲而已 你們現在玩什麼?除了手機之外 沒有的,都是玩PS4 好像你們昨天說PS5 很厲害的,我問除了玩遊戲 除了玩遊戲,都是看你逛街吃飯而已 就說沒有了,你們以前那些懷舊 拍拖的那些,去公園散步沒有 沒有的 現在拍拖不散步嗎? 沒有的 少了 那你們現在做什麼? 只是做一件事 吃完飯回去砌 砌最厲害的 砌模型 砌Puzzle 現在都很輕鬆模型和Puzzle 真的砌Puzzle 那就回去就砌了 現在的娛樂就不一樣 以前流下去都是看電影 例如笑一下食物已經很開心 你覺得以前? 對,以前的人生就是這樣 其實我很少會燒東西吃 你拍拖會燒東西吃嗎? 通常是一群的 男女可能一群一群 或者跟堂仔 我刺你這樣 刺那些雞翼 沒錯,就是那些 今天呢? 今天一個人指不指什麼事? 是嗎? 知道嗎? 什麼事? 不過你心目中的標準 但我未必 我心目中的標準 因為我過去這個星期 我也是很早回來的 我請我兒子上學 他復貨了 即是他的級數 他跟班金 但是路面上都很平靜 不塞 我今早這麼塞? 突然之我兒子說 你不知道什麼今天復貨了 原來今天23號 是多了很多台車復貨 相比昨天星期二 今天的交通很明顯是 濕了、緩慢了、車多了 所以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但又未復了 到29號就會真的 全人復貨 什麼級數都復貨了 所以留意交通情況 我想你的答案是否 不是這個 不過挺囂張的 如果23號星期三復貨 我意思是說又不是星期一 又不是什麼 是中間 不過是分批的 以我所知是中一和中五 中一、中五和小一都一樣 是的 所以你今天多見了 很多小小的那些是 小朋友很有趣 另外回答地鐵也多人了 我想說9月23號 今天Francet生日了 正日了 法蘭西 他今天是放假的 昨天我們跟他慶祝了小型生日 吹了個小蠟燭 多少歲 23歲 25歲 25歲 25歲了嗎 25歲 我經常覺得他15歲 為甚麼 不知道 我以為你撞 捉他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給了他一個驚喜 你幾次生日了嗎 我過了 過了 他有一段影片 昨天剪了 法仔特意 很快 很快就剪了 放了上去 驚喜 就是他本來在這裏 在這裏 那時應該七點多八點 是 我們其實下班 就跟阿通和阿爺 我們三個合作 買個蛋糕給他 慶祝一下 看他好像平時都沒甚麼心機 因為這陣子很忙 大家都很忙 然後我們就 合作買蛋糕 等到七、八點多 阿通就特意進來 跟他吹吹水 阿通就找一些奇怪的藉口 令到阿通很害怕 然後阿通就立刻衝出去 有甚麼事 原來阿偉一早 準備了蛋糕在他的位置 然後就 Happy Birthday to you Surprise Party 對 是拍攝了嗎 是拍攝了 如果再聽一段影片 就在我們的熊桃宋 Youtube頻道 無論簡單的時間 來看看吧 人生需要這種朋友的 一些驚喜 是嗎 在繁忙的生活中 有一點點絕 是挺開心的 挺開心的 對 昨天有一宗交通意外 不過是悲劇 因為司機拋了車外 死亡 他有一點 大家都要注意到 他說沒有藍的安全帶 其實他怎麼說 其實他有藍 很多職業司機都試過 首先安全帶是為你安全 不是為你舒服 有些安全帶 是可能有事 舉例有些肚腩比較大的叔叔 他就會覺得 哭得很不舒服 他就會用一個扣 有些人不是教大家 不過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有些人就會用它扣針 那些叫什麼扣片 嬰兒扣片 扣針 拔鬆它 然後扣緊它 於是其實它戴了 就不太戴 因為很鬆 很鬆 鬆 其實不應該這樣 因為你等於 拿走了安全帶的用途 完全失去意義 特別有些職業司機 可能夾一個大的萬字夾 黑色的夾 讓它的帶回不了 變成鬆動 依然都是扣著的 這個離世的司機 他又怎樣呢 他就買一隻坊間的 叫做靜音扣 靜音扣是什麼呢 因為它完全跟帶沒有關係 不需要下帶也可以 純粹是扣在那個位置 防止它開車的時候 響 大家召動 因為很多日本車 如果不扣 是會一直召動 召動 你再不扣就召動 召動到你繁為止 你不得不扣 沒錯 就算沒有車 大家坐過人車都知道 對 它插進去 它就不會再響 對 握過扣 就不會發出響聲 但是當然 它真的沒有扣安全带 它沒有扣 直接沒有扣 就是用扣 把那個安全带插進那個洞裡 就是按了那個靜音扣 插進去 一個公仔型的靜音扣 這個設計不是很好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是害死人 也有得賣的 現在就說 是不是應該立即禁止 發這些靜音扣 它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是一個扣 一個吉扣 可能是靠通人版 可能就這樣一個扣形 讓你扣下去 因為其實它的尺寸是通用的 所有安全帶都可以 都是一樣我猜死的 會不會立即禁止一下呢 否則就搞出人命 其實有安全帶和沒有安全帶 就是欠天洞 你說如果你不是拋出去 你雙極也不會這樣 對不對 好像它的乘客在他旁邊 好像睡著了 扭傷了 但起碼不會沒有命 就是夾在車身上 你一拋出去 你撞到什麼都麻煩 或者你拋出去 被另一個車輪更麻煩 真的沒有人猜得到 都很慘 所以大家真的物調以輕心 尤其是小巴佬 因為我們平時堅尼地城搭小巴 經常都看到 他們戴完好像沒有戴 很鬆脆脆的 但說起這些交通東西 我分享上星期五 我和蔡嬸拍完東西 在堅尼地城搭小巴 回公司 其實已經離開了一個小巴佬 但它在紅綠燈上 還未能離開 通常小巴佬都會接客人 剛好我看到紅綠燈還未洗走 還未離開燈口 然後我就說 司機不好意思開門 因為我們拿了很多機器 腳架 很狹狹 我們就慢慢上 因為都下雨 然後司機突然上了之後 又關門 然後又開門 然後我們上去 司機什麼事 搞錯了 他有點粗口 搞錯了 你們上這麼慢 這個燈位 你轉了又等很久了 你可不可以上快一點 然後不斷沉沉沉 我已經一路走一路 一路走回位置 跟他說 司機不好意思 剛才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又跌銀包 很厲害 然後就算了 照他 然後他開門 就暗暗沉沉沉 搞錯了 為何你們兩個不可以上快一點 暗暗沉沉沉 然後我真的頂不住 因為蔡神又拿著很多東西 很多很多東西 他又要覆覆很多人覆覆 你帶了GM 大哥要覆覆很多東西 然後又頂不住 司機說 司機你說夠了嗎 剛才燈位 你又開門讓我們上 現在讓我們上 又說我們上得慢 你想我怎樣 剛剛是跌銀包 所以就有點阻礙 你現在想怎樣 司機 你是不是要先吵 當然事後我也覺得自己不對 但當時我跟司機說 司機 如果你要搞大件事 其實你責任大一點 因為小巴 當然小巴有一些走站位 就是因為巴士 一定要在巴士站上去接排 但是小巴可以到處 總之不是雙黃線 甚至雙黃線都可以接一下 我跟小巴司機說 你是不是想搞大他 如果搞大他 好像你不合理 不如算了好嗎 這樣就 小巴人就閉嘴了 OK 是阿叔嗎 是阿叔 很有中期 不過未知 你有壓力嗎 我常常覺得馬路上 無論是私家車司機 可能好一點 因為始終不是那麼長時間 在馬路上 長時間例如小巴司機 的士司機 巴士司機 是有時會煩一點的 他又要面對很多不同的客人 有時客人又會罵他 罵完司機 司機可能要扔油扔快一點 發生過的 這個意外可能由巴士司機 和乘客 少許口角 然後他很不開心 就扔快一點 又發生加當意外 大家都記得 所以大家都忍讓一下 又吵什麼 不要吵什麼 真的沒有吵 但現在真的多人上班和上學 巴士上也發生了以前的情況 可能是吃MG 喝珍珠奶茶 然後看影片 就算他看一些影片也好 他都開到超大聲 雙層巴士 兩層都可以聽到 有很多巴士司機都好 要不就叫他 可不可以調小聲一點 要不就 你再不調小聲一點 我會停車 我試過就遇過一個 坐樓上的雙騰巴士 我叔叔在看馬 他就開那些智能手機 看跑馬的個鐘點 真的很大聲很吵 有個年輕人 她是肯定的 走過來 阿叔叔 你可不可以調小聲一點 我們沒有興趣跑馬 這個好東西 不好意思 我聽到阿山了 聽到阿山了 因為預備過鐘點 是否很少人用耳筒 在這個公共和家人工具 其實有一樣東西叫耳筒 為何大家不用 有些沒用 我們真的不太明白 我覺得這些是沒有家教 或者這些阿叔 真的差不多一年多 除了我以前也是這樣的 你們現代人 小無見大無為 那倒是 以前的年代 人家都拿著原子粒三機 最怕是你罵他 然後說 我是老人家 你還罵我 你沒事吧 隱讓一下行不行 沒有我 你怎會有你們 你知道 這些廢佬 很多廢佬 真的 OK 隱讓的東西不是不行 不過有時候 不是經常是別人 只是讓你 大家互相遷就 我想問阿發仔 例如女朋友 你會否隱讓多一點 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女朋友 很少 這樣就對了 而且就算不是女朋友 即是女同事 或者是女同學 女性朋友 我覺得作為男人 都要尊重一下 在女生面前 少說一些鹹的東西 這個真的 總之要尊重 總之就算不是女朋友 因為你女朋友 都不隱讓 其實如果將來再結婚 即是當那個叫愛情 慢慢 可能是有少許減退 退息 變什麼也好 即是愛情變身成什麼也好 你會更加不隱讓 澳洲有個男朋友 有一次叫外賣 但他的要求是叫漢堡包 他叫一個素食漢堡包 但他加了一個要求 可不可以幫我加一塊芝士 他說清楚 其實是我女朋友 迫我吃的 我很想吃正式牛肉的漢堡包 我不是很想吃 這些食物的漢堡包 但我女朋友是一個素食者 他從來都不讓我吃真正的漢堡包 麻煩你 起碼要給我一塊芝士 讓我感覺不要那麼粗 於是那個對方就好 而且也覺得這些男朋友也挺好 盡管自己未必是一個全素食者 但也肯為女朋友 放在自己最喜歡吃的肉食 其實這也是 譬如你兩個人 夫妻也好 男女朋友也好 一個是一定要叫齋 一個是很想吃肉 你說你會怎樣 譬如你突然認識一個女朋友 不想吃肉 餐餐陪我吃菜 瓜等等 那你會怎樣 即是你娶得她 娶了她 未娶 先同居未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先同居未 有什麼分別在哪裡 即是跟她拍拖 就陪她吃素食 但你拍拖的下一步 你會看遠一點就是結婚 即是如果她是一個全素食者 你會怎樣 我也會的 我也會的 正雞雞進廚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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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個餐蛋麵 當然不是 煮狗肉煲 你笑什麼 矮的狗肉煲 哪裏找狗回來 牛扒 不要吃狗肉 發哥也吃素 我初十五吃素 初十五吃素 發哥很乖 有沒有什麼原因 因為生前作業太多 真的還是假的 說笑 我也猜也是 她不是生前 是現在 是生成現在 是現在 什麼時候?很久了 幾年前 因為我婆婆很久之前去了 我媽媽和我媽那邊的親戚 就… 許下的願 許下的願 就維持 即去了之後 未去已經吃了 差不多去的時候已經吃了 那跟婆婆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想問 因為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職福嗎 職福那些 因為我媽媽有時候上班太累 我不忍心去吃素 然後我跟媽媽說 不如我幫你吃 不過只是初十五 那她呢?她現在有沒有吃? 她沒有 就是你代她吃? 我代她吃 很貴 真的 想不想像我代你吃? 即是… 其他事情我會說 我怕你受不了 不過剛才Michael說 男女朋友要忍釀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男朋友太好 女人沒有戒心 因為男朋友太好 對你沒有戒心 我什麼都相信你 有時候不是那麼好 為什麼呢? 因為前幾天台灣 就有個藝人 不過那個藝人也不算很出名 很過氣的那些 她就出來接受訪問 她就說 想當年有個渣男 就跟她在一起 因為那個渣男 就做一做事 就因為工作失意 然後長期在家 她在家 就跟她老婆 和她老婆媽媽一起住 然後在家 沒什麼事 就說無所事事 可能她媽媽當時 也算是很年輕 然後就在家 日久申請 搞搞一下 搞她媽媽 搞她媽媽 真的嗎? 真的嗎? 是AV那些 是她粗口 真的 搞搞一下 搞她媽媽 本來她 那她就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但最不開心 是那個男方 她不認錯 都說我可以搞定 你和你媽媽 哇 真是賤格 搞錯 渣男也不足以形容 真的 好像拍下影片 那些 你自己的爸爸 還在搞她爸爸 真的不奇怪 這麼恐怖 這麼AV 對 然後死人開PR 雙塵埋藥巨無霸 對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無缺 那要怎樣 她就分手了 最後真的離婚 事後再說 以前我有這個婚姻經歷 那她離婚 是否跟她媽媽一起 那倒沒有 但我覺得 就算男方 真的這樣 你身為人家的媽媽 你也不應該這樣 她媽媽也有很大責任 沒錯 她媽媽也有責任 你以為拍咸片嗎 有沒有搞錯 真的 這個配合今天是我們劇的主題 是嗎 跟這個很有關係 真的嗎 一箭雙丟 總之待會大家留意 通三雙丟 AV的橋段 跟我們今天的劇很有關係 今天故事又有通告帶來 還有今天也有心理測驗 沒錯 心理測驗 你玩過沒有嗎 我還沒玩過 其實Michael 我想問問你 我們這個組合 試過還是沒試過 真的沒試過 難道我發夢 我記得昨天還說 我昨天還說試過了 發仔 還說沒試過 沒試過 歡迎你 發仔進來上綱都不夠